哈哈哈哈 原谅话不多小知识都不跟我说 大家好我是胖猴子 完全今天准备了几个鸡腿 咱们今天用鸡腿做一个甜酱鸡腿 废话不多说咱们先给鸡腿调一下味 鸡腿当中加盐 牛奶 黑胡椒粉 刷拌均匀 刷拌均匀以后腌制一个小时 老杰文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把腌制好的鸡腿给它蘸上淀粉 到水中 再蘸一次淀粉 抖掉多余的淀粉 然后反复重复就行了 起锅 锅上以后倒油 油纹上至五层热 下入鸡腿 油纹上至八层热 你 下入鸡腿 下入鸡腿 下入黄油 蒜末 加入生抽 加入蜂蜜 熬至浓稠 加入芝麻 搅拌均匀 倒入炸火的鸡腿 均匀的灌上料汁 好了 装好 哎呀 老兄们 实在是饿坏了 中间我就弄了个门饼 咱们来尝一尝这鸡腿 嘎嘎脆 嗯 好吃 哎呦 这皮太低 哎哼 闻闻闻 吃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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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 我碎皮啊真是无极了 我这些会比较甜的 完成 那全部都是 鸡肉 적인头 在鸡肉上 知道吗 像鸡肉 可以让鸡肉 中一個 最高的 中一個 骨頭 最高的 骨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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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成 骨頭 骨頭 太爽了 哇 哇 哇 哎呀这个鸡腿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儿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 所以说留了几个鸡腿吃最后一个 非常酥脆 但是没有人家的鸡腿吃 我们吃了几个鸡腿 我们吃了几个鸡腿 吃了几个鸡腿 吃了几个鸡腿 好了你们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生伙伴,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